大家好 我们来啦 开播啦 6月3日 大陆电商主播拥有3000多万粉丝的李佳琪 在带货直播中端出一盘坦克造型蛋糕 随即直播被网管中断 直播中的李佳琪一度还以为是技术原因 这次直播中断事件随即引发网络热议 李佳琪的粉丝多为年轻人 由于中共当局的封杀 很多人对六四不太了解 反倒是这次事件让不少人打听六四是什么 有海外推特用户吐槽说 这下好了 墙内不知道李佳琪为什么被封的人 要到处打听被封的原因 间接帮助墙内人又宣传一次六四大屠杀 今年是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纪念 虽然中共网络审查议程严厉 但中国网民继续用隐晦的方式纪念 许多微博用户用英语口号 It's my duty 这是我的义务来互表心意 另外 在曾经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香港 今年6月4日当天 警察密布在维多利亚公园 及其周边区域逮捕了六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廣 已经下班下班了 小伙伴 很好